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说到古代帝王的狩猎行为 相信大家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看过 特别是在清朝的时候 清政府专门修建了木兰围场 而我们今天所讲故事的发生地 热水汤村就位于木兰围场之中 热水汤村位于我国河北省北部的一座大山深处 村民来自于村中的一眼泉水 据村民说 这眼泉水非同寻常 它是康熙皇帝所封的神泉 相传几百年前的一天 康熙皇帝秋险时经过热水汤村 由于历经了长时间的野外狩猎 卫生条件较差 很多将士都患上了戒疮病 一筹莫展之际 康熙皇帝放眼远眺 发现不远处云雾缭绕 犹如仙境 便走近查看 只见云雾中 一圈圈的石柱围绕着一个圆球石心 呈放射状展开 宛如一朵绽放的太阳花 莫非这是祥瑞之兆 心怀好奇 康熙皇帝继续沿着路边的阴河行径 没过多久 一座五彩崖帝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石壁色泽艳丽 璀璨薄目 更为神奇的是 它就像是被斧子劈开了一样 十分陡直 与往常高低起伏的其他崖帝完全不同 正当一行人大为惊叹之时 远处隐隐传来了叮咚作响之声 康熙皇帝带领随从寻声而去 只见清悬涌动 水雾征腾 用手一探 竟然温热如汤 康熙皇帝命将士们取此泉水洗浴 沐浴后 将士们所换的戒窗 竟然全部痊愈 见此情景 康熙皇帝龙颜大悦 遇赐神泉之名 自此 热水汤村 便流传下神泉 可以包治百病的传说 温泉是受地窍内部的岩浆作用 或是地表水渗透循环作用所形成 往往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 因而天然温泉对某些病症确实有一定疗效 可是 包治百病就让人难以置信了 难道 在这眼温泉中 含有某些特殊的矿物成分 这又是否与当地的地质环境有关联呢 为了有利于观察神泉的种种奇异现象 并破解其中的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特意选择在冬日 前往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热水汤村 对神泉进行调查 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 隶属于成德市 距离北京大约380千米 到达县城后 摄制组继续向北 赶往70多千米外的热水汤村 热水汤村地处内蒙古草原的边际 冬季极为寒冷 气温达到了零下20多摄氏度 摄制组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了泉边 满眼望去 只见枯枝败叶杂草丛生 一片萧瑟寂寥之下 早已寻不见 当年木兰围场之壮观 而那个被描绘得神乎其神的泉水 像是一个小池塘 虽然水面上时有云雾飘动 但看上去并无传说中的那般神奇 与此同时 记者还注意到 泉水池被水泥板遮盖住了一半 似乎有人工修建的痕迹 就在记者感到有些失望之时 村民徐海给摄制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村民徐海告诉记者 神泉是由冷暖两股泉水组成 而且冬天温度高 夏天温度却会下降 而最为奇特的是 最开始泉水并不在现在所看到的位置 而是自己慢慢发生位移 逐渐行走到这里的 在村民的指引下 记者看到 在最初的泉眼附近 不仅有人为堆积的石块 而且还留存下了水渍的痕迹 这些都证实 泉眼的确发生过位移 那么冷水泉和热水泉 又是如何相互依存 结伴而行的呢 我们过去洗澡就在这里洗 水温这么高 怎么可能去进去洗澡呢 过去是啥呢 在这里洗澡 这边就是热水 哪里哪里 这边就这 这边就这个位置 就是烫热水 等到这块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个凉水泉 就这个位置 就是凉水泉 它俩一交叉 一摊好 真好能洗澡 我北一处就是凉水 我南一处是热水 据了解 亚洲温度最高的泉水 是洪西谷温泉 位于我国辽宁省的银口市 泉水出水温度 高达99.5摄氏度 接近沸点 而热水汤村的泉水 竟也有七八十摄氏度 同时旁边还有一股 天然的冷水泉掺入其中 调节温度 更是妙不可言 为了证实许海的说法 我们请来了当地检测部门 对泉水的温度进行了测量 当前的温度为五十度 检测人员表示 由于此时的环境温度 低于零下二十摄氏度 因而热水泉的出水温度 应该比测量值更高一些 专家说 水温如此之高的热水泉 在围场这片区域内 还是首次发泄 按照村民们的说法 冷水泉和热水泉两侧的温度 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是当我们在对水池两侧的水温 进行分别测量时 却发现水温相差无几 是村民们的说法有误 还是测量出现了问题呢 测量 这个凉水泉已经堵死了 发一次山龙水 让给浴死了 所以现在躺的全是热水 没有凉水掺和了 村民说 每年冬天 当地有关部门都会使用挖掘机 对冷水泉的泉口挖掘疏通 为了向设置组证实 冷水泉确实存在 村民决定将泉口挖开 现在那水泥板 水泥板 掩起 在这边 对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挖掘 考察组发现 在冷水泉一侧 水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我们现在进行取水浆 准备带回实验室 做下一步的分析 主要分析它什么呢 主要分析它的矿化度 矿化度是指水中的 矿物质的含量 这是一个检测水质的 一个重要标准 水质分析报告显示 这眼泉水当中含有几十种矿物质 其中浮和偏硅酸的含量较高 专家说含有这些矿物质的泉水 对人体确实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但与村民们所说的 包治百病相差甚远 他推测 这很可能是由于村民们 无法解释神泉的一些奇特现象 因此将其神话夸大了作用 最终导致一额传额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 导致了这眼泉水 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为了破解神泉之谜 摄制组邀请了地质工程师 高景山一同科考 高景山地质工程师 从事地质研究与勘探工作三十多年 高工程师说 泉水温度的下降 说明地下去实有冷水泉的存在 泉水大都是地表水下渗到岩石裂系中 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表形成的 如果地表下有岩浆活动 则有可能形成温泉 因而一般情况下 冷水泉与热水泉 不会在一个区域出现 热水汤村出现的冷热两种水 相伴涌出地表的现象 极为罕见 高工认为 考察组应该先对泉水的行程 进行考察分析 他认为 火山是地下沿浆上涌活动 在地表所能看到的 最为直观的证据 那么 热水汤村的周边 是否存在着 不火山遗迹呢 从村民那里 考察组了解到 在热水汤村西南方向 大约三千多米的山上 整齐地矗立着 无数根巨大的石柱 如同人工雕琢一般 据传 那里就是康熙皇帝 当年秋险时 所误入的仙境 听闻此事 高工怀疑 那些高大的巨石 很可能与火山遗迹 有着某种联系 于是考察组 立即前往山顶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跋涉 考察组到达了山顶 只见一处奇特的景象 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一根根高达数十米的 巨型石柱 整齐排列 构成了整座山体 它们究竟是人为建造 还是自然之力所形成的呢 经过观察 高工断定 这些巨大的石柱 属于玄武岩 是火山岩浆在冷却后 所形成的柱状结理 玄武岩的柱状结理 它的形成 必须得垂直 上下冷凝面 所以它这个柱子 它就是直立的了 就在距离巨型石柱 不足百米之地 考察组又发现了一处 更为奇特的景观 玄武岩的柱状结理 竟然围绕了一个圆心 呈现出放射状排列 宛如一朵美丽绽放的花朵 在冰冷中透出了一种柔美 与传说中 康熙皇帝遇到的 形似太阳花的图腾 不谋而合 你看这个地方 它又跟 跟它又不一样 它这个柱形是斜的 说明它这块是一个 这个冷凝面 不是一个 这朵绽放的美丽石花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沿江吞发时的形态 那么这里 贵不贵就是考察组 要寻找的 古火山遗迹呢 高工程师在对这些构造 独特的玄武岩 进行仔细观察后 做出了判断 应该是一个小的火山通道 像这样的火山通道 它会离朱火山远吗 这个不好推断 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地质 这个构造都非常复杂 究竟多远 这个是不好推断的 专家说 板块运动是引发 火山喷发的诱因 其规模大小 往往决定着 火山喷发的规模 而这种规模差异 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 单凭一个小的火山通道 来确定 竹火山的方位 是不科学的 在随后的考察中 整齐的石柱上 这些如竹节般的凸起 为高宫的判断提供了依据 咱们看 它这个柱子中间 好像有个街头似的 一股街一股街 对 一股街一股街 它就是上下冷凝面 同时生成 碰到中间街头的地方 它就形成了 就是像一个街头的 这个有点拐弯这个柱 高宫进一步解释说 岩浆在流淌的过程中 受上方的空气和下方的地层 这两个冷凝面的控制 逐渐冷却 垂直的两个柱状结底交汇后 就形成了这种 类似竹节状的凸起 这个景观意味着 岩浆是流淌至此 而非原地喷发所形成 高宫判断 烛火山口应该在地势更高 距离更远的地方 那么这个烛火山口 究竟有多远呢 在地质工作者的眼中 蜿蜒流淌的山区河流 往往隐藏着 年代久远的地质密码 高景山工程师认为 如果能够在银河两岸 找到原始的断裂面 将为考察组寻找 谷火山口提供重要的依据 于是考察组沿着冰冻的银河 向地势更高的上游行进 当队伍行进到 距离热水汤村 十多千米的山洼村时 银河一侧高大的断崖 引起了高宫的注意 考察组发现 这面岩壁色泽丰富 断面干净 与传说中秋显队伍 看到的五彩崖壁极为相像 你看这个面 它就显示断层的滑动的方向 它产生好多小不及 你要这样摸 往上摸显得很粗糙 拉手 拉手 你要往下摸 就觉得很顺利 说明断层的这一盘就下降 咱们所看的这一盘 相对于这盘就是上升的 形成一种错动 对 是错动 高宫断定 这个高大的断崖 就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 由于硬力的作用 也使互相挤压 最终断裂隆起所形成的 那么 它与我们所要寻找的 谷火山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这是酸性盐的喷出盐 也就是硫纹盐 专家解释说 硫纹盐是一种火成盐 是火山将硫纹制的盐浆 喷出地表后 慢慢冷却所形成的 通常为灰色 粉红色或砖红色 而这正是五彩牙壁的成因 高宫表示 从理论上讲 硫纹盐的出现 意味着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 很可能存在着古老的火山 于是 科考组继续沿樱河 向地势更高的方向行进 当科考组搜索至 距离热水汤村 二十多千米的平谷村时 高宫发现 村旁的大山呈现为幽形 他决定到山顶上看一看 你看这块石头 它这个轮廓很清晰 它就跟周围的这个火山渣 颜色也不一样 它这个节度也不一样 高宫说 这种岩石在地质学上 叫做火山淡 往往出现在火山口的周边 他判断 无火山口 岂有可能就在附近 而随后的科考发现 进一步证实了高宫的判断 看这块这就是气孔状悬崖 这个气孔特别发育 你颠顶一下 它这个特别轻 特别轻 能在水上飘着 它的形成就跟这个火山 喷发是分不开的 它一般就在这个火山口附近 才有这个浮石 专家介绍说 这种气孔状的玄武岩 也叫浮石 上面遍布的气孔 是岩浆在冷却过程中 内部的气体快速释放 所形成的 通过这个地形 是半圆形的 而且又发现了浮石和火山弹 通过这个证据 就可以说明 这块可能是一个火山口 原来可能是 就是一个火山口了 那么在远古时期 这里为什么会发生火山活动呢 资料显示 微厂满族蒙古族自治线 位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梯 向第三阶梯过渡的边缘地带 受烟山运动的影响 整个地层向上抬升 导致锻裂面较多 构造面薄弱 火山爆发频繁 通过一系列的考察 专家告诉我们 早在五千万年以前 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线这一带 火山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也给这个温泉的行程 提供了热源 而在地下沿浆巨大上升 推力的这个作用之下 热水汤村一带 形成了拱形的地貌 随后又发生了 北溪向和北东向 两个小的这个断裂 在两条断裂带的这个交汇部位 列系相当的发育 从而构成了地下热水的良好通道 并以泉水的形式涌出地表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温泉 那么冷水泉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高工说 冷水泉属于地下渗水 并不是泉水 与当地的降雨量和地表净流有关 由于热泉的出水量相对稳定 每当夏季来临 降水量较大时 地下渗出的凉水就会较多 水池中的水温也就随之下降 而冬季降水量很少 水池中的水温自然就会相对较高 那么地表水下渗后 为何没有和地下热水相混合 而是彼此相依各自喷发呢 考察发现 神泉就在英河的河道中 处于整个山谷的下游 每逢雨季 巨大的水流 裹挟着碎石和泥沙向下流塔 在受拱形地貌的阻挡后 水流减缓 碎石和泥沙随其沉积 形成了一个致密的隔水层 这个隔水层阻挡了雨水的下渗 储存在土壤层中的水 沿着地势向下游流塔 当它们汇集至神泉出水口时 凉水被加热 产生了净水压力 在压力差的作用下 地下水顺着裂系涌出地表 就形成了冷水泉与热水泉 相伴而生的奇异景象 而泉沿之所以能够行走 就是因为洪水携带的淤泥 堵塞了泉沿 泉水改道 沿旁边的裂系再次涌出了地表 高景山工程师接着告诉我们 冷暖神权的出现 除了自然地质原因 也有人为的因素 他说 自清朝康熙皇帝 设立木兰围场后 素有平地八百里松海之称的 银河流域 便成为了皇家禁地 渺无人烟的茫茫松海 变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 数百年来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里的山间林地 繁茂的植被涵养了水源 为冷水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供给 而这就是神泉奇景 延续至今的未在原因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蓝祖拍摄过不少奇特的泉水 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生活在泉水周边的人们 往往都将他们看作是 上天赐予的神泉 因而极力忽悠 最终将他们保护下来 留存到今天 这些泉水 不仅让我们见证了大自然的神奇 而且也为地质工作者 观察研究地下世界 打开了一条通道 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 脚下的地球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